他一心养娃致富 却遇上个头普遍偏小的难题 怎么喂他都不咋 像这种小的瘦的多吗 多 特别多 他返乡创业 却遭遇青蛙严重死亡的问题 一看过去全是来了 看邦邦团专家 如何破解青蛙个头小的难题 找出造成青蛙死亡的原因 敬请收看本期高手来了 养好青蛙门道多 青蛙肉质细嫩 富含蛋白质 它肥瘦的后腿 是人们主要的食用部分 青蛙腿洗净 炙油锅炒至微黄 料酒生抽提鲜 辣椒让鲜和辣共存 啤酒的加入 则让蛙腿更加细嫩爽滑 在湖北省前江市 人工养殖的青蛙早早就能上市了 但温春彩的青蛙 推迟了两个月依然不能上市 求助人温春彩42岁 求助问题青蛙个头小 接到求助 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调查 这蛙怎么养的 看我们这个养殖池 一般是200个平方一个池子 我有40个池子 中间一条水沟 中间种点浓重物 稻谷给它抖音 旁边是个石台给它喂食 一个稻谷没长起来 只能把草流到了 给它抖音 青蛙是两栖动物 喜凉怕热 炎热的天气就喜欢在阴凉处 或者水里避暑栖息 温春彩采取的是露天养殖青蛙 因此特意给它们准备了水稻草和水沟 找到一家 让我先看看 我还有点害怕呢 不怕 它不咬眼 它身上好软 怎么了 我头一次抓蛙 确实有点害怕 它身上特别软 我看到没有 它今年就不长 不长个 怎么喂它都不长 这现在是有多大 现在只有五六千 五六千 对对对 按道理来说到现在应该就是一两多了 这是什么品种 黑斑蛙 黑斑蛙 又名黑青蛙 田鸡 体色多为淡绿色 深绿色 或灰褐色 因身体有大小不一的黑斑纹而得名 是常见的养殖蛙种 有这一对比 差别挺大 你那个得有多重 这个有一两 一两一 这个 那个只有五千六千 像这种小的瘦的 多吗 多 特别多 温春彩是在三月份购买的蝌蚪 养到持终 正常情况下 养殖三到四个月 即可长至一两左右 达到售卖标准 但温春彩的却因个头小而销售不出去 好香 这里面都有啥呀 鱼粉啊 豆瓣啊 还有那些糠啊 米糠啊那些东西啊 那么丰富啊 野外的青蛙通常以苍蝇 蚊子 瓢虫 和稻田害虫等昆虫为食 人工养殖后 则用鱼粉 豆瓣 米糠等富含蛋白质 维生素 和微量元素 制作而成的饲料 进行四味 又吃的了 又吃的了 你看大家都出来了 每个地方都出来了 是的 你看他吃料 瞬间就把料给吃肚里去了 青蛙捕食 想必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 好快 的确 我们还没来得及看清 青蛙已经完成张口后翻舌 粘住食物 把食物拉入口中 然后口不合拢 一次完整捕食 青蛙的捕食 从开始到结束 仅需十分之一秒的时间 普遍的是小的 都是小蛙 没几只个头大 经过调查 邦小妹发现 温春才有70%的青蛙 个头较小 达不到售卖标准 为了邦温春才几只难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邦邦团专家 找到了一位青蛙养殖方面的 邦邦团专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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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江市总口管理区 一处青蛙养殖合作社 一场憋开生面的青蛙跳远比赛 正在进行着 好 大力量 第一 青蛙被称为运动健将 他的腿部肌肉十分发达 青蛙在跳跃前 处于蹲伏姿势 跳跃时 拉伸后腿肌肉 用力一跃 跳跃距离通常是身体长度的十倍左右 经过几轮的激烈角逐 合作社负责人郭正斌和他的妻子 也统计出了比赛结果 本期节目邦邦团专家 郭正斌 52岁 养殖青蛙11年 养殖面积200亩 去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选种蛙 选出合适的种蛙 才能让后代长势好 产出高 农户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益 今天我们就请郭正斌到现场 帮温春彩解决问题 你看这 它全部躲在里面的 现在都在草里 什么草里面 它认为那个 植物是越多越好 草是越密越好 这是我们养蛙界的一大忌 野生青蛙通常生活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下 温春彩还特意模仿青蛙的生长环境 用草来给青蛙乘凉 本是为了让青蛙长好 为何专家却把问题的矛头指向了杂草 你说那么多草 它这小青蛙 小的爬大了 它就有很多 它就躲在里面不出来 它觉得很安全 它就爬得像东面一样的 一个月你不会打 它不会饿死 它不会饿死 但是不吃神 它就长不大 对 长不大 我本来种刀骨嘛 刀骨没长起来 就长了草 长草我又不敢割掉 割掉的话就没有地方躲阴了 所以就让它长了 结果 刺毙了 对 太厚了 由于天气原因 原本用来给青蛙遮阳的水稻 还没长起来 取而代之的则是杂草 没想到却成了青蛙个头小的 罪魁祸首 但就在温春采味食的过程中 郭正斌又发现了问题 听你看看 有问题吗 老师 为了让农户真正明白问题所在 专家做了个小实验 用蚯蚓钓青蛙 它吃了 吃了 吃了 看到没有 把蛙给钓上来了 我还头一次见钓青蛙呢 钓起来 开 起来了 一钓一个准 上来了 太好玩了 老师 这钓青蛙能说明什么呀 对呀 这说明什么呢 青蛙它本来的习性就是吃动态的 今天它不吃的 你这个时代的坏处在哪个地方呢 弹性差 它没有弹性 很多料少人它不吃 青蛙是补充能熟 但青蛙是天生近视眼 它对近视的东西是看不清或者看不到的 即使是它们最爱吃的昆虫 如果一动不动的话 青蛙也会无动于衷 但它们的眼睛对活动的物体却非常敏感 并迅速形成图像 大脑识别后进行快速捕捉 好的石台在青蛙运动时的震动 会让饲料动起来 青蛙则会趁机捕食 而温春彩的石台弹性差 饲料动起来的几率低 导致青蛙采食量减少 从而造成青蛙长不大 为了让温春彩真正了解青蛙的生活习性 专家邀请他第二天到自己的基地进行参观 养殖黑斑蛙必须有良好的植被进行遮阳 玉米 稻谷甚至杂草都可以 但只有合理的密度才能让青蛙住得舒服 郭正斌的植被通风透气 青蛙长是一览无遗 更重要的是 他给青蛙准备的石台也有点不一样 这花那么多呀 是啊 这么厚啊 郭老师 都上来试试了 这个碗片的这个 它有一定的弹跳力 比如说青蛙一碰上来的时候 那个饲料就在滚动 就在滚动 然后在滚动的同时 他就知道这个肯定是我的目标 就啪啦一口就吃掉了 就这样的 郭正斌的青蛙采石台 底层采用传统的塑料布 用来防潮和防止杂草生长 中间用物体撑起一定空间 上层用尼龙网铺设 这样的石台弹性十足 利用青蛙跳动的力量 让饲料动起来 青蛙就争抢着捕食了 抢食 就那个吃食的那种 吃食很壮观 还能长得特别大 我就觉得 我养了这么多年 我都还没有想明白 这个青蛙是怎么吃食的 让青蛙吃好 住好 青蛙才能健康成长 然而郭正斌夫妇 为了实现这一点 弯路着实没少走 我们也踩过很多坑 走过很多弯路 然后最后用这个石台 你把那个东西放上去 青蛙一蹦上来 就弹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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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 对 就精彩饲料 它也好像在跳动一样的 青蛙就开始吃 时间长了 它就接受了 它效果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说这个的话 成本会稍微高一点 因为我现在免得养殖命迹大了 就用那个方便一点 成本降低了 对 降低成本了 把青蛙养好了 为了能让青蛙顺利卖出去 郭正斌夫妇不断推出 青蛙的新鲜吃法 烤蛙腿 紧实的肉质 融合着自然和辣椒的味道 爆炒青蛙 拔辣鲜香 油炸青蛙 皮脆肉嫩 而青蛙火锅 还可以和鲜鱼鸭子搭配 既相得一张 又可独立成锅 一天的参观 让温春彩收获满满 第二天一早 郭正斌来到温春彩的青蛙基地 帮他解决问题 首先是割除杂草 这刀骨不干 就把那个爬在地上炸草 先干净 炸草给处理干净是吧 对对对 辛苦了 郭老师 不辛苦 为青蛙改善了居住环境 还要保证他吃得好 郭正斌又把自己闲置不用的食材 把人给送了过来 让饲料冻起来 放平就可以了 就这样放啊 你几个个这么放 放到中间 好 来的扑我吃就可以了 来 来 来 料来喂一下看 过来 它今天反应可能大一点 一花开始吃料了 是的 是的 三个来了 都开始吃了 在郭正斌的帮助下 青蛙住得好吃得好 相信过不了多久 青蛙个头就会慢慢长大 温春彩养蛙致富的梦想 又像成功靠近了一步 青蛙产卵后大量死亡 到底什么原因 邦邦团专家周晨 现场探查青蛙打动情况 又会揭秘什么问题 田园邦邦团高手来了 养好青蛙门道多 正在播出 当温暖的春风吹过大地 青蛙结束冬眠 蛙塘里开始热闹起来 熊蛙通过响亮的叫声 吸引雌蛙的注意 两情相悦后 雌蛙背着熊蛙 在水里共同完成 繁殖下一代的使命 这时养蛙人 也到了一年中最忙的季节 好吧 提高一点 地笼 补青蛙的一种工具 青蛙善于钻动 它会顺着地笼上的小口钻进去 把它收拢 而里面就像一个迷魂阵 青蛙一旦进去 就会有去无回 这些蛙是用来繁殖的种蛙 由于产完卵后肥度不够 卖不上价 王田发和岳父 要尽快把它们抓走 转移到其他池子养肥后再卖 然而在转移时 王田发发现很多青蛙出现死亡 那里也死了 那里也有 这些种蛙是去年秋天留下的 经过冬眠后产卵繁殖 卵慢慢地孵化成蝌蚪 蚌蚪再变成青蛙 生长四个月 体重达到八十克左右 挑出一部分强壮地做肿蛙 轻易地卖掉 这就是王田发的盈利模式 可如今青蛙死亡严重 收入就没了保证 求助人王田发 求助问题 青蛙产乱后死亡严重 接到王田发的求助 栏目组派出帮小哥 来到桂林实地走访 记者赶到现场 王田发正在打捞死蛙 那个也是 那还有 今天已经是青蛙连续死亡第十天 这么多 这一会儿都捡了几十只了 除了这些死蛙 还有一部分精神不好的蛙 很快也会死掉 你看我这样下来它都没反应 像这个蛙的话 它还能活几天呢 最久是两天到三天 找个精神的那天 这个精神 一下 今年王田发有了3000斤左右 来繁殖的种蛙 像这样精神的只有一半 这些蛙都是近期就是产完卵以后 大量死亡的吗 对对对 最多的时候死多少 最多的时候死了一百来斤 多的就是一个磁子 一探过去全是白的 全部翻着肚皮在那里就死掉了 从转快就开始 到蝌蚪间又到沉蛙 每一个房间都要细心地照顾它 肯定是很难过 王田发养的蛙 学名叫黑斑蛙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青蛙 在我国 野生青蛙是三级保护动物严禁捕捞 人工养殖的可以食用 2021年初 王田发开始养蛙 看重的就是桂林这个旅游城市 消费青蛙的能力 桂林的夜市上 麻辣青蛙 黄金蛙 涮火锅 酸炒 青蛙是在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 为了养蛙 王田发特意保到湖南花钱学习技术 前两年都是顺风顺水 然而今年一开春 青蛙产卵后却出现大量死亡 这给王田发今年的养殖 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帮王田发几句难题 栏目组检索田园邦邦团专家库 找到一位邦邦团专家 本期节目邦邦团专家 周晨 养蛙六年 养殖面积120亩 跟随棒小哥 周晨来到王田发的蛙场 我看一下什么情况 查看死蛙 周晨发现 他们与常见疾病呈现的特征都不一样 应该不是疾病引起的 他决定从精神状态不好 即将要死的蛙身上入手 从中寻找青蛙死亡的线索 这个也是挨不了这些 又小哥又瘦 体质太弱了 现在撑一下看哈 这23克 34克 差十多克 同是一个池子的蛙 为什么一部分蛙会如此的瘦 周晨判断 问题可能出在冬眠期间 作为变温动物 当温度低于15摄氏度 青蛙就会停止吃食 开始打动冬眠 冬里不仅可以防寒保暖 还能避免被天敌吃掉 在桂林 青蛙冬眠要五个月左右 冬眠睡得好 来年春天才能产下健康的蛙卵 冬眠前 羊蛙人都会把蛙养得标肥体壮 度过几个月不吃不喝的冬眠期 冬眠醒来温度低 青蛙在抱对产暖期间不会踩食 然而青蛙瘦弱的原因 肯定出在冬眠期间 周晨决定查看青蛙冬眠的情况 第一脚进去 那下面硬邦邦的 如果是我的池子踩下去 就是软绵绵的 我的池子下面就会有很多蛙的 不敢踩的 问题就在这了 黑布叫石台网 所在的位置是青蛙采石区 也是蛙池里最高的地方 往下是种植区 比采石区低10厘米 夏季会种上水稻 给青蛙遮阴鼠 蛙池中间是蓄水区 是蛙池最低的地方 青蛙有个习性 它们会寻找附近的制高点打动冬眠 这样可以避免冬眠期间下雨积水 挖动积水 青蛙就会被强制唤醒 作为蛙池里最高的地方 青蛙应该在采石区打动冬眠 但现在石台网下面什么都没有 那里是不是我们没看到青蛙是吧 你看现在这下面 哎呀你看 这都是青蛙哟 那这这洞 那这这这 那这这都是青蛙打的洞 过冬的时候 它没把那个石台网掀开 那青蛙就倒不了那边去打洞 那就低的变成全部都在这里打洞了 看到这里 青蛙产满卵后死亡的原因 周晨已经有了初步的判定 冬眠期间 这里可能有过连续降雨 水淹没洼洞 导致青蛙提前醒来 拿着在网上天气还是很冷的 还是又得重新自己再打洞 又消耗一次体力 体质弱了瘦了 是的 然而周晨的猜想想要成立 就必须具备冬眠期间 有连续的降雨这个前提条件 16号17号都是雨 一下子就积水了 对 但是这并不能完全确定 还需要一个证据 到这个位置了 这次打洞以后 它就打得很轻 它没那么大的体力的 就这么一点点 这才个洞啊 一两公分 这个青蛙直接可以看得到 你挖可以看一下呢 这个青蛙 青蛙就在这 一公分吧 那后路不复风都没有 正常情况下 青蛙冬眠的洞 在十厘米以上 可以看到 在没有被石台网盖住的地方 部分青蛙在上面打了洞 正常越洞 你看 这里就这么一点 这里还是有些青蛙 在这里打洞的 是吧 就在这个网的边下 这里 这一块也是最高位 这里没封住 这里也是有一些的 因为地势高 水没有淹上来 这些只打过一次洞的青蛙 没有出现问题 有多少 有11公分肯定有了 是的 一个小小的失误 造成如此大的损失 王天发后悔不已 全部先出去 解决办法很简单 来年青蛙打洞前 提前掀开石台网 青蛙进洞后 再把稻草和石台网铺上保暖 这样他们就能睡个安稳觉 以后就这么干 好 然而 令王天发疑惑的是 这些体质弱的青蛙 为什么不是醒来后就出了问题 而是在产卵后死亡呢 这与青蛙抱对产卵的过程 有密切关系 青蛙的世界里 叫声响亮 悦耳洞听的熊蛙 会优先赢得雌蛙的青睐 为了能够吸引雌蛙 熊蛙必须拼尽全力地大声鸣叫 叫得非常大声 它要一直叫 叫到那个母蛙 跟它配对 所以它这段时间 可能一天或者两天 那样子的话 它就真的是非常消耗体力 这让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 变得更加虚弱 凝叫的过程 同时也伴随着猪竹 这也会消耗体力 青蛙抱对成功 熊蛙会趴在雌蛙的背上两天 培养出感情后才会产卵 这是最耗体力的时刻 笑的话 熊蛙还得紧紧抓住它 要不然就这样了 是的 熊蛙其实也挺用劲的 这两个前脚 好有力的 像掰开的栏 好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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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都小不掉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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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天的鸣叫抱对 他们终于迎来了产卵 这个最后的考验 一点点粗生出来的时候 那个公蛙 它那个腿啊 就帮它这样 帮母蛙这样子趴 把那蛋往后推出去 说出夸张力 说出夸张力 它其实是透支生命力 那再去为了反应这个后代 去产这个卵 最后 王田发青蛙死亡的原因 新的一天 周晨给王田发发来一个意外的惊喜 这么好的东西啊 考虑到王田发的肿蛙损失严重 瘦弱的青蛙产的卵质量也不会太好 周晨送来了没有产卵的肿蛙和健康的蛙卵 保证它今年有个好的收成 养娃多么多年 都没有人这么帮过我 又找出了原因 真的感谢周大哥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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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它游的 你看 这游起来多漂亮 是吧 这游起来就是我今年的希望 和今年的收成 今天周哥邦发过在田里面 拨下了新的种子 也拨下了兄弟之间的情谊 那么假以时日呢 毕竟是 到花香里说风年 听取蛙声一片 加油 加油 雪糕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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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